你好,我是董正榮 在這則教學呢,我要教你呢 一個可以增加你的名單呢 技達率的一個小秘訣 然後並且呢,可以去維護啊 確保你的名單品質是很好的 因為如果你的名單品質不是很好 我們是有權利可以關閉你的帳號 那基本上你要做的就是 平常呢,你就到觀看你所有的名單這邊 然後呢,去看一下有沒有人 就是彈悔,沒有收到你的信 例如說,這邊這個活動有34個使用者沒有收到 那通常呢,沒有收到你的信的人 很有可能他的email是亂填的 或者是這個email信箱本身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你一旦有找到的話呢 你就點擊這個名單 像我現在點擊 那呢,系統呢,都會直接呢 幫你呢,把有問題的名單呈,呈現在最上面 你看像這邊,你看狀況,狀態你就知道是彈悔 那你有時候看一下他這個email 有時候很明顯的是假的 OK,有時候有些人,例如說,填個A,然後小老鼠,然後Yahoo.com這樣子 你看就很明顯是假的 那原則上,我建議都是這樣子 為了確保呢,你的名單進階率呢,是最高的 OK,那我們都建議你把 特別是把,你一定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有按 這是垃圾性的人 這是垃圾性的人,然後呢 把他刪掉,全部系統都顯示在這 那,你要做的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手動一個一個刪,就很快 因為你可以在每一次呢 每一次發完電子報之後,你就做這個動作 例如說,我現在舉個例子,我看一下報表 那,這是我最近發的一封電子報 那我們這邊呢,基本上會跟你講 就是有沒有多少人退訂啊,彈悔啊 或標註垃圾性這樣子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刪過了 所以如果有這些人的話 你看到,這個有這些人 那很簡單,你就是到 到名單這邊去 就像我講的,你只要看到這邊有彈悔的數據 或者是不時,你就把你的名單掃一遍 然後呢 然後基本上你就是 你就是點擊到這個名單來 然後呢,接下來一個一個呢 這個不花你幾分鐘,就是偶爾呢 你每發一封信 其實一定會有人沒收到的 那也一定呢,會有人 或多或少啦,會有人按退訂 或者是按這次垃圾性 那原則上,為了確保你的發信的品質呢 是最好的 那我們都建議你把這些齁 這些不想要收到你信的人 或根本也收不到你信的人 或是甚至檢舉你的 特別是這個檢舉你是垃圾性 這個會對你的發信品質有非常大的傷害 是你的齁 當然也會脫垮到我們整體的 所以呢,原則上我們建議你就是 每次只要看到這些email 就把它刪掉 這些人硬把它留著沒有意義 特別是如果他email是假的 那你永遠都寄不到 那你在那邊寄也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又會拖垮整個系統 還要包含你個人email的境界信 因為像雅虎啊,Gmail這些信箱 他都會去追蹤 來自於你發信的品質是如何 如果他們發現呢 每次你發的都一堆的沒收到 一堆的按這些垃圾信 那你就之後他就自動篩選掉 從你這邊發出來的信 所以這個對你 維護你自己名單的品質 非常大的幫助 你只留下來 簡單講你只留下來那些 沒有按這次垃圾信 也沒有彈回 都會收到你信的 也沒有標記呢 也沒有退訂的這些人 那如果他已經有退訂電子報 你都把它刪掉 你把這些人留著沒有意思 一方面增加我們系統的負擔 另一方面呢 你要這些名單幹嘛 你又沒辦法寄信給他們 他們都說他們要退訂了 他們已經退訂了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就是小秘訣 那你每次發完電子報 記得務必做一下這樣子的清理 這樣子就可以維持非常非常好的發信的品質 謝謝